男人完事后一定不能对女人说的三句话 女人的骨子里天生是感性且脆弱的 特别是在完事后 男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辞 一旦触碰到他们敏感的神经 后果自己想象去 那么哪些话是一定不能对女人说的呢 一 去帮我接杯水 完事后男人身体挥发很多水分 就会像大爷那样躺在那里 然后指使女人去给我接杯水过来 往往在一些细节中更能体现出男人的品质 如果是你亲自为女人接杯水放在床头 那么女人一定会感受到男人的细心和关怀 对你更亲近 二 我睡了 男人身体消耗大量体力后会产生疲惫感 此时一句我睡了 然后就呼呼大睡起来 女人会有一种不受重视 被冷落的感觉 虽然不会说什么 但心里一定会有闷气 如果此时男人在睡之前 搂着女人陪她说说话 让她感受到自己的温柔和体贴 女人会感到非常幸福 并加倍对你好 三 男人什么都不说 做着自己的事 男人身体刚得到释放后 常喜欢抽脂烟 释放自己的情绪 独自一人享受在自己的世界里 完全不顾女人 女人虽然在自己的身边 却是空气 这怎能让女人忍受 长期下去只会破坏双方感情 让她对你失望 你完事之后是怎么做的呢